妙境长老 莫要指众文会 我在一个地方讲经 有一位居士给我一个纸条 纸条上说 我平时心情很快乐 能念阿弥陀佛 我还能讲阿弥陀经 能带领人一起念佛 学习净土法门 但是我的儿女生病了的时候 我就不能念佛了 佛就念不来了 我也不能讲经了 他问说 为什么会这样呀 我回答他这个问题 就是你只有文会 而没有私修的关系 你不能思维诸法实相 你常在颠倒烦恼之中 你自己不知道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为人讲经的时候 你带领人学习净土法门的时候 你心里还在颠倒之中吗 但你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你没有私会 没有修会 而没有私会 没有修会的原因 就是你文会不具足 你不知道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不知道这件事啊 就是对你家里的人 你亲爱的人呢 你都感觉到满意 所以 你心情一直在 那个满意那个地方 那就是颠倒啊 你就在那里生活 突然间有变动的时候 你这个烦恼献出来 烦恼一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能念佛了 阿弥陀经也不能念了 就是这么回事啊 不能念的原因 就是烦恼活动出来 为什么烦恼活动出来 就是你没有私会 没有修会 就是这么回事啊 于且师弟论说 于一切行 身见过失 就是他没有看见这个过失 他自己的过失 他不知道 他常在颠倒中 自己还不知道 这句话不要说我给你讲 诸位自己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也在颠倒中啊 你应该不适合 所以我给你带来 请问哈